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汉中的事物布置妥当以后 刘备心满意足地撤回了成都 并且在那里又提拔了一大批的人员 比如把许静立为太富了 这个许静就是当年和自己弟弟一起搞月旦平的那一位 现在他已经辗转来到刘备旗下了 当然贡献说不上什么 刘备只是把他数为一个品牌人物 塑造自己爱才、静才的形象而已 关于许静的故事还是颇有看点、挺精彩的 在番外篇当中我们有详细的描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听听 连许静都能当太富了 这个法证就更不用说了嘛 一回来立刻任命为尚书令 这个职位堪比寻遇在曹营当中的职位了 寻遇在曹操那儿地位有多高 这一点大家是比较清楚的 在这我也就不重复了 由此对比 可知法证此时在刘备心目当中的地位了 另外这一次随行出征的各大将领 也是各有风赏 张飞为右将军 马超为左将军 黄中为后将军 别的公务员呢 也跟着挨个提拔了 说到这儿 可能有一点很多朋友想不通了 为什么在这份提拔名单当中 偏偏就没有大名鼎鼎的诸葛亮呢 这时诸葛亮的职务依然是个军师将军 属左将军府市 但问题是刘备现在已经把左将军的职务给退掉了 所以所谓的属左将军府市实际上根本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嘛 所以孔明此时就只是军师将军而已 从某个角度讲 孔明的职位不但没有得到提拔 甚至被削弱了 实际上也没什么想不通的 简单来说 在正史当中 这个阶段 孔明的地位并不高 他还没有到真正发光发热的时候啊 实际上诸葛亮和他一辈子的死对头司马懿很相似 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呢 司马懿在曹营里的位置也不算高的 这对冤家真正开始发光发热 是在几年之后 而且他们开始闪亮于世人之前 实际上就是因为对方的缘故 没有对方这个好对手 这一辈子啊 他们在政坛当中可能也就这么地了 好了 说完孔明 该说黄忠了 因为黄忠的提拔问题上 刘备是碰到麻烦了 按说 按刘备现在的地位 任命将军的权利 只能任命到前后左右将军 别的位子嘛 还得当上皇帝以后再拍板 才算合法的 为啥偏偏提到这一茬呢 那是因为有人觉得 黄忠提拔上来了 自己应该位置更高才行 可是刘备暂时没有这个权利啊 所以 这位仁兄就只能暂时与黄忠同列了 对于这一点 他很不服 谁啊 胆这么肥啊 敢到刘备那儿讨价还价的 唉 这事也简单 随便一想就知道 蜀汉集团里敢这么做的人 只有刘备的好兄弟了 不是张飞 就是关羽吗 张飞自然不是了 他已经提拔了 所以这一位满心不服的 正是关云长 其实在讨论这事的时候啊 诸葛亮就曾经出面 提醒刘备说 诸公啊 黄忠的名望 比张飞马超差得太远了 现在让他与张马二人同一级别 问题倒也不大 毕竟马超张飞天天和黄忠在一起 亲眼看到了他的战功和业绩 估计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可是 关将军待在荆州太久 离得太远了 对黄忠了解不多 他心里会不高兴的 当时刘备是笑着回答的 哎 不必担心这个 估自有办法 刘备说的办法 就是派了废诗拿着任命文件 到荆州去交给关羽 废诗自公举 在刘彰时代 他是绵竹县的县令 刘备来了 他就举城投降了 所以刘备对他还是蛮看重的 让他做了都军从事 然后又转了郡太首 还被败为前部司马 看得出刘备对他还是蛮信任的 好了 废诗拿着红头文件 跑到荆州去 到了关羽那儿 他打算怎么办呢 要知道 这个时候 关羽的力量已经非常雄厚了 长期在荆州说了算了 关羽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在荆州落脚的 说近点 就是公元211年 刘备带大队人马进益州的时候 就把关羽给留下了 再往园里说 208年赤壁之战的时候 关羽已经在这地面上开始征战了 如果再要往前说的话 当初刘备到荆州投刘表的时候 关羽就跟着过来了 那是什么时候 那可是关渡之战时期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 公元219年了 算起来 关羽在荆州 待了前后 差不多有20年了 哦 不说那么远 从关羽在荆州说了算 当CEO开始 那也有足足8年时间了 不夸张地说 荆州能算得上 关羽的第二故乡了 这位哥们 在这里 有权 有势 有地位 加上 他又贼有性格的 只看得起素质高的人 有文化的人 对低层的草根人士 有天然的排斥感 和他的三弟张飞 正好是180度的大转弯 两个极端呢 所以 对于那些没有名气的人 关羽自动把他们归入 看不起的行列 所以 当废师到了以后 把红头文件交给了关羽 关羽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原本已经通红的脸 更加的紫红起来了 当时就开始发飙了 大声说 大丈夫 终不与老兵同列 啥意思啊 这里的大丈夫 当然指的就是关羽自己了 至于老兵嘛 指的就是黄忠了 我关羽是什么人呢 堂堂的荆州CEO啊 跟着我家大王南征北战这么多年了 民生响彻滑下 这个黄忠 黄忠是什么东西啊 原本 只是南边一个不出名的将领而已 年纪一大把了 还混不出个名堂 只是跟了我家大哥以后 才唠得风生水起的 这种人 让我跟他同一个档次 有没有搞错啊 刘备派费师去荆州 向关羽传达红头文件 是有道理的 因为费师这个人 确实很会看人 去之前 他早就知道 关羽的脾气就是这样 肯定会来这一套的 所以 关羽在发飙的时候 他只是面带微笑地 在旁边听着 也不反驳 等关羽传 噼里啪啦地 发了一通火 把该说的垃圾话 都说完以后 费师才乐呵呵地笑着说 做大事业的人 所用的人 不能都一样的 以前 萧和 曹参 和刘备 在小屁孩的时候 就已经是好朋友了 到刘邦起事的时候 还和他天天腻在一起 关将军 你说这功劳 大事不大 关系铁事不铁啊 而那陈平韩信 是逃亡过来的 韩信为了求活命 有夸下之辱 陈平为了逃生 还曾经在黄河上裸奔 按说 这两位就应该排名 在萧和操餐之后啊 可是 后来如何呢 高祖为韩信 声谈拜将 其名位 尚在萧和之前 但也没听说 萧和与曹参 天天为这事 怒气呀 现在 汉中王把黄忠狠狠提拔上来了 其实也只是一种手段 用人的一个方法而已 至于在主公心目当中 黄忠岂能与您相比呀 官将军 你和主公的关系 和兄弟就没差别 主公的事业 就是您的事业 为什么还要分地位高下 奉路多少呢 若是 官将军 不愿意接这个大印 那 在下 只能白跑一趟 又带回成都了 只是我以为 官将军 也许会后悔的吧 官宇一听 脑子一机灵 浑身一抖 哎哟喂 废师说的可真对呀 我这是在干嘛呢 是三岁小孩闹脾气吗 怎么能在这么严肃的事情上 为所欲为 胡说八道呢 真是太任性了 于是 史书上用三个字 形容当时官宇的表现 那就是 大感悟 官宇立刻在大感悟之下 接受了这一份委任状 并且兴奋地表示说 接受这一份任命 官某人 情绪很稳定 感觉非常好 事实上 伴随大哥刘备 走到了人生的顶峰 官宇也开始进入 他事业的巅峰时期了 官宇在荆州的任务 其实 诸葛孔明早在龙中队时 已经指得非常清楚了 天下有变 则命一上将将 荆州之军以向晚落 这一上将 当然 现在就是指官宇了嘛 所以 官云长的任务 就是带着部队 杀向许都 打向曹操的新藏地区 而事实上 这些年以来 官宇 一直为此而努力着 从不懈怠的 自从刘备 诸葛亮到了四川以后 荆州 也只有官宇 一个人说了算了 荆州这个地方 非常的敏感 是三股势力交汇的 三角地带 北方的曹操 是摆了名的敌人 随时有打上来的可能 东面的孙权 虽然是签订过 和平协议的 友好联盟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孙权比曹操 更想得到荆州 更何况 荆州 可是刘备 向孙权 写了借条拿下来的 得了以后 他就开始执行 老赖政策了 后期脸皮耍流氓 硬是拖着不对线 搞得现在 孙权手上 只有白条一张 却没有荆州实地 所以 从这个角度讲 孙权 也是荆州 天然的敌人 但问题是 尽管局势 非常复杂 随时有可能 爆发大战 但 荆州 硬是安稳了好几年 啥事都没有 这 不能不说 是关羽的功劳 同时 也让关羽本人 得到了一个 大发展的机会 当然 我们也不能 把关羽神化了 荆州之所以没事 与关羽的努力 是分不开的 但 更重要的是 国内 国际的环境 气氛 造就了这种 暂时的和平 一来 曹操这些年 被西部问题 耗掉了太多的精力 先是马超 连连搞事 然后又要跑去 搞定张鲁 接下来 又要去和刘备 争夺汉中 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子 天天跑东 跑西的 胡子都跑白了 再怎么牛 也该累了 二来 曹魏集团的内部问题 也让他大伤脑筋 本来以为自己有两个很有才的儿子 一点都不怕后继无人的 然后来个查额选拔 想来个忧中选忧 哪知道愿望很良好 儿子们的行为 却大大超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那俩儿子脑袋确实聪明 一旦得知 老爸打算 在兄弟两个当中选接班人 就立刻组建了竞选班子 天天做拉票工作 当然 其实选票只有一张嘛 那就是曹操手里的那一张 到这时候 曹操才知道 聪明的儿子太多 那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于是 这件事 又把他拉入 另外一种郁闷当中了 再加上 年纪确实越来越大了 身体也越来越差了 北方很多事物 还来不及系统整顿 所以进取心 已经越来越疲软了 这种时候 哪还有什么心情 和关羽来玩啊 实在抽不出时间呢 至于孙权嘛 当然是时时刻刻 想把荆州拿回来的 只是碍于情面 特别是那一纸和平协定 更重要的是 曹操还在北方 虎视眈眈 太过强大了 必须和刘备做盟军 即便私下底 矛盾重重 相互咬牙切齿 特别想咬对方一口 但是表面还得 做文章给曹操看嘛 再加上 以前鲁肃主政 他是坚决拥护 孙刘联盟的 所以 在鲁肃说话算话的时候 是坚决不会和关羽 闹摩擦的 在这样一种形式下 关羽在荆州 还真的几年没事做 专心在那备战备慌了 当然了 大家伙都知道 关羽是个猛人 曹操 孙权 尽管没有主动 和关羽发生摩擦 但他们都知道 关羽是个 很有攻击性的人物 荆州 是个随时会发生 爆炸事故的火药桶 所以 对关羽的防备 都是超五星级的 好吧 在这种微妙的局势下 我们就得回头看一看 关羽这些年 在忙什么了